9月21号国刑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 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表示 这次进行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容 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探索 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 推动加快形成发展的新格局 自贸试验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 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了260项的制度创新的成果 面向全国复制推广 我们已经建立了18个自贸试验区 那么加上今天如果三个嘛那就21个 我们选择这四个新色的自贸试验区或者阔区 那么它会实现金金剂的全覆盖 同时也实现了长三角的全覆盖 有利于进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有利于进一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 可利用这四个省外向型经济 现在发展势头比较良好的特点 推动经济质量更高的发展 王寿文表示 自贸试验区的进一步扩容 还有利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差别化探索 打造各具特色的改革开放新高地 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具有引领的作用 我们将支持北京自贸试验区 在有条件的区域最大限度的放宽 服务贸易的准路限制 湖南自贸试验区着力促进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支持先进制造业高质量的发展 安徽自贸试验区通过布局一批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的前沿研发平台和基地 来努力建设科技创新的测研地 浙江自贸试验区将加大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自2013年以来 中国先后设立了18个自贸试验区 针对自贸区取得的建设成效 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表示 这18个自贸试验区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自贸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金融、人员流动等方面 都开展了一系列的新型先事 推出了一系列的开放举措 自贸试验区最早开始实施外资整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 全国的这个振兆分离的改革最先在自贸试验区里面 现在自贸试验区实施正照分离的全覆盖 自贸试验区在服务金经济的协同发展 在服务越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长三角发展区一体化 这些战略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在这个产业急剧方面 自贸试验区通过大胆的是大胆的厂 急剧一些要素利用好一些开放的政策 应该说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王秀文说 七年来自贸试验区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有效促进了政府治理理念的转变 有效推动了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 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形成了改革红利共享 开放成果普惠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 继续落实好21个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战略 让它在改革与开放方面 发挥更好的先行先事作用